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听我念三皈依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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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百三十六协 第八行 五百三十六协 第八行 第六十六协 第八失诸恶度 啊 诸恶度 恶度者 地獄 惡鬼 畜生等 慈也 相名三學取 亦有嫁入修羅 命為四惡趣者 前面我們學到這裡 惡道 這是指六道裏面的地獄 惡鬼 畜生 這叫做沙漠道 沙漠道是果報 為何會墮沙漠道呢? 做作三種不善之業 所感到的果報 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種事情講得很多 但是還是要講 為什麼呢? 還有很多人沒有聽到啊? 我們這個節目 全世界的人都在這裡聽 所以啊 每一次 每一堂課 都有新來的同學 前面沒有聽到的 或者是初學佛的同學 我們都要照顧到啊 我們都要照顧到啊 所以啊 不宴其煩 老同學呢 老同學呢 就多聽些 分集成種啊 啊 因為我們 還沒有做到啊 就是對這件事情 沒有真正的了解 偷切的了解 所以呢 你不能夠落實了 啊 啊 張家大師的標準呢 必須我們要落實的 做到的 這個我們是真正明白了 啊 沒有放下 就是因為不明了啊 啊 所以 要不斷地重複 多次的分集 我們先會覺悟 啊 先會回頭 我們這個世間的眾生啊 啊 哪一個不具足 自私自理啊 起心動念 先為誰說呢 都是為了自己 啊 沒有想到別人的 啊 古人呢 最起心動念 頭一個就是 上到父母了 上到老子 為什麼呢 這一生 對自己恩德最大的 啊 會想到別人 啊 現在的人 只知道自己啊 不知道別人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那會怎樣呢 就在這裏做罪業 起心動力 無不是罪啊 啊 地藏經上的說話 啊 自私自利 選人離己 啊 啊 貪戀 七正 五欲 六根 對著六層境界 就起了貪親之萬義 這個五惡啊 啊 貪親之萬義 五惡啊 也叫做五毒 啊 這五個字 如果將它簡化 就是三個字 三親之 萬根義呢 萬 是蠢位裏面生出來的 華爾是如癡裏面生出來的 所以可以包括在這三個字裏面 啊 我們經常說到這個地方 我們都提醒大家 三親之 不好的 大家都要知道 但是呢 浩曼華爾 往往疏忽作難 啊 浩曼 是陳偉的核心 華爾 是如癡的核心 人不懷疑 他就不會如癡了 人沒有了浩曼 他就不容易陳偉了 啊 這樣前面有個貪 貪的核心是什麼呢 是懲疾了 這是我們不能夠不知道的 這些東西不斷了 就出不了六道輪迴了 念佛也不能夠往生 為什麼呢 臨終最後一念 這些東西障礙了你 你這些東西無斷乾淨呢 願振債主 就有把柄了 啊 將來你 令你不能夠往生 啊 為什麼不叫你往生呢 你和他的極的怨 還未化解 啊 你殺他的 他要替你討命 啊 你搶了他的 他要還債 啊 啊 他有堅固的執著 他不肯放下 所以呢 見命或命 見債就還錢 因此啊 惡法一人才知道啊 一定 不傷害別人的 一定 不佔小便宜 啊 事件 飄染 啊 這就是 認真去收 十四頁道 啊 養成一個 看你報師的心 將探 寫除了 自己的生活 稱呼一些 無關於 內生 好啊 啊 吃虧是福 本人說的話一點都沒有錯 啊 人只要能夠肯讓別人 肯吃虧啊 內生一定有大福報啊 啊 為什麼啊 欠你的人多 你不會欠別人的 欠你的人多了 啊 將來還你的人 就很多了 啊 今生欠我的人 我不向他們討債 沒有報復的心 沒有冤恨的心 啊 來生來還你的她 供給你的 你 啊 一步來一步啊 啊 家ら 呀 家�� 必须要知道,人未有离开六道,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关系,就是土债还债 暴恩暴月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演奏的人,儿女,亲戚,朋友,暴怨的多,暴恩的少了 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暴施恩德所造成的 你能够写,能够暴施,外生就好了 行善悟求果报,就变成了功德了 行善,更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 往生极乐世界,帮助我们提升稳为 更加好了 这个全部都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们吃亏想当 我们的财富被人欺骗了 被人以种种不正常的手段夺取了 没事 根本就不要去想它 对于 这些人 没有怨恨 提起来,我们还要恭敬它 尊重它 好啊 自当欧怨 我们能够惩罚到了 前面,我们要学习歌 它和我们是一体 一体,我们有义务去照顾它 啊,如果它做好事 我们会全心全力帮助它 它做的事情不善,我们就劝勉它 啊,人,翻歌初是一时的迷惑 墨落在财色名利里面是一时的墨落 是很可怜的 啊,我们读佛经里面说的叶恩果报 啊,佛说的是真话,不是假话 啊,做的不善 啊,做的不善 影响它的层面越大 影响它的时间越长 影响它的时间越长 啊,修罗度 啊,修罗度,罗策度 啊,修罗度,罗策度 这些都未计算在恶度 但是也有人将它称为恶度 为何这些人中了大福 做了大家好事 为何他度恶度不能够生天 因为他傲慢心重 恶望自大 就是度心重 选人做的是这种业 他亦做好事 收五戒十字收得不错 所以他能够生天 恶天福 天上的阿修罗 阿修罗是有天的福福 无天的德恶 杂气很重 就是傲慢的杂气 便便宜的杂气 欺负人的杂气 有这么多 阿修罗已经享尽了 在下一生他就在墨沙漠岛那里 不是第二世 第三世墨沙漠岛 所以亦称作为恶趣 世墨沙漠岛 四十九年教学当中 一日提醒大家 是 但要以家 morning 但是你不是 этой故事 才能被冨出护草 这个行为人下 一个奇妙的杂气 到来生受果后悔都莫及了 古老的时代 说这些因果报应的故事的人很多 大部分是雪昌的艺术 我们在冬年的时候 这种艺术还存在 特别是农村小镇 有茶楼 茶楼里面有人说书 说书就是说故事 讲历史的故事 讲因果报应的故事 乡下以前学校很少 一般人的知识从哪里来呢 就是听这些说书 民间的艺术 有说有场 教化众生 转线规过 起来很大的作用 原来这个都没有了 被电视网络取而代致人 古时候这些的现场表演 旅行的人走路口渴了 到这个茶馆小店去喝一杯茶 听一段的说唱 又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再启情 到处都能够看见的 现在是属于社会的教育了 可惜 现在这些逐渐逐渐 看不到了 失传了 所以这些逐渐 就是沙漠岛 或者是修罗 逻渐 都包括在里面 怎样去闭 啊 闭者 幻闭了 亦就是塞的 塞的意思 凝于众生 免除多日三恶锤 或四恶锤的灾难 这个是 闭塞诸恶锤的 粗展的解释 梅梭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为六度 介释恶度 这个是真的 只要你不能够出六度轮会 肯定在三恶度的时间长了 在仁天的时间短 就不想到 列到轮回的可怕了 他说六度 质漏转所有 忽然恶度 回疏之说 欲敬有据 佛在经典里面 说过了 他有根据 不是自己随便说的 毅亦 无量寿经 毅亦本 横折 五学取 说五度 五度里面不说修罗 修罗 在哪一度呢 就算是我一度能 阿修罗 除了地狱里面没有的 其他四度都有 天上有阿修罗 人间有阿修罗 昨生也有阿修罗 这里面也有阿修罗 阿修罗就是傲慢心很重 疾度心很重 阿修罗 跟别人是根根继交的 阿修罗 总是欺负别人 这一类的 所以也做好事 他是好名 做好事 也是为了名为利 没有名利 他正式叫做一模不拔 所以 六道可以说为五道 六道成为五道 经云五恶趣 即回缩所解 六道昏明恶趣 此以 毕生诸恶趣 即断趣众生 轮回六道六趣之道 令出生死之可也 这个意思是好的 监回本 第三十二品 逆弱 横折 欲吾水 恶道 自闭塞 这个横折 就是念佛 黄折 超越六道 因为收到其他的法门 是输出的 一步一步向上提升 一步向上提升 字节很长 路程非常遥远 绝对不是一生 两生能够办得到的 一生成就的 只有淨土泛满 三十二品 这两句的经文 幻至于五岁 恶道自闭塞 是回至汉 艺两种的日本 因为两种的日本 都有这句 下面 通达 善吹满 通达 障通 无阻 无障碍格 这是什么呢 都是说的是淨土法门 哪人 练法 往生 啊 不用这个法门 用修缠 学教的 啊 学物中的 学其他的法门的 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 它不容许带业 一定要消业才能提升啊 我们试想一下 在这一生 能不能足够做得到呢 我们 能不能做得到呢 是不是会能做得到呢 新件破了 不再执着这个新是我的 哪件 转了 哪件是相对的 是对立 两边 如果两边断除了 人就和谐了 他就能够跟一切众生和睦上住 为什么他不对立 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 为什么会跟人对立 因为有我了 我没有了 我放下了 对立就没有了 整件都没有了 整件是自以为是 要别人听我的 我不肯听别人的 今天讲的是主观观念非常强 整件有两类 一种是恩上的成件 一种是果上的成件 果上的成件 叫做见取件 恩上的成件 叫做戒取件 方下成件 没有意见 什么都好 能够行顺众生 随意共得 令人人到界大欢喜了 小成的初果 做到 大成的初信位的菩萨 能够破这些错误的见解 后面还有一个邪经 一切不正的见解 通通都能够放下 比练法难很多 啊 这些东西 真放下了 真放下了 有感应 你是否真的放下呢 真正放下了 六种的神通 有两种神通 着言拿 第一个是天眼通 第二个是天耳通 啊 虽得换 正得的 我们一般人 听不见的东西 他能够听见 看不到的东西 他能够看得见 用现在的说话说 他能够看见 还听见 不同位置空间的活动啊 如果再提升一级 啊 如果 司徒昂 他又恢复了两种的神通 司徒昂有他心通 别人起心动力 他才知道 有宿命通 至到自己过去 过去世 一世 二世 应该十几二十世 他都很清楚 越往上提升 这种能力就越加强了 啊 提升到四国的阿罗汉 经常说的 阿罗汉的宿命通 至到过去的五百世 这种能量就很大了 我们看到外国催眠的报告 深度的催眠 它能够回到过去的四十多世 每一世的状况 他都能够知道 不是在一道 有些在人道 有些在畜生道 有些在鬼道 这是知道自己的 能够知道未来 啊 宿命 二十 三个呢 阿罗汉 又出现了神足通 神足能够变化 虚来虚自由 上到什么地方身体就到了 不需要交通工具 所以 课文讲的正果 越往上去 这个提升的能量就越大 我们看前面讲的 佛的十眼 也就是说佛的眼睛 能见 变化界 去空界 能见到宇宙的边缘 能见到宇宙的开始 它能看过去 能看未来 时间空间 它都没有 完全突破了 能看到 微观的宇宙 现在说是 微观宇宙不是真的 佛所见到的是真的 微观 无端 微观 微层里面有世界 和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在《花言经》上看到了 宇宙菩萨 试试在这个世界里面 去供佛 文化 文化 真正叫得大自在了 神秘的宇宙 它在其中 暴游 通畅无阻 我 有了 我 我 有了 我 有了 我 有了 一個是差別 一個是脆入 大乘二章裡面說 門別不同 互名為門 念祖小字裡面 就是分門別類 就是這個意思 好像布門 門類 有這個意思 又能通人去入 名門 法有種種的差別 即使是有種種門 我們稱為法門 淺島也是 法門之日 通人法法 種種的法門 皆能使人吹入 涅本 這個是門的意思 八萬四千法門 無量法門 道通涅盤 佛家說的這個二門 這個真正說到究竟圓門 裏盤就是真如本性 明心見證的方法非常之多 說不準 並不是說只有這個法子才能夠剩下大玻璃盤 不是的 一切的法門 悶悶到痛 這裏盤 問題是我們自己跟性不一樣 与我们跟性相应的 我们学起来就很方便 很容易 而且是宽利 容易成就 与我们不相应的 我们学起来就困难 甚至 征的是叫做格格不入 我们就要换个门 古来祖师大德 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仲慈入门 仲教入门 仲慈州入门 但是到了中年以后 晚年 都放弃了 贵到淨土 那是什么道理呢 那些法门虽然是好 烦恼 没有办法断 境界不能够向上提升 人年纪大了 着急了 这一生空过 这一生不能够成就 麻烦就很大了 这样一轮回 不知道轮到哪里去呢 自己不知道 轮回的时间有多长 自己也不知道 在德人身 非常困难 德人身又能够遇到佛法 就更加难了 佛法当中能够闻到淨土 难中之难了 能够遇到这个货本 将淨土介绍得这么清楚 这么简单 也都详细 确实是中国人要求的 简要长明 这四个字真的做到了 简单 不麻烦 不啰嗦 而且是厄要 重点 重要的地方 统统都说到 所以也都算是详细了 也算是明白 中国人要求写文字 要达到这个水平 简要长明 言语 也要用这种的来做标准 啊 陷阳这个货本 在所有《无量寿经》当中 它真的是 简要长明 这是第一流的文字 第一流的解说 令我们能够认识极乐世界 了解极乐世界 我会生出仰望的心 生出 后生的愚亡 我们这一生真的就到了 真是能去得成了 有很多很多祖师的大丹 晚年回头了 下年居老居是和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到最后一招 曼玉放下 去学的教 放下了 学的事 放下了 放下了 学的物 也都放下了 一日十四万声的佛号 诸念阿弥陀佛往生 和我们做示范 一日十四万声的佛号 就是今天社会一般人所说的分秒别增 一分一秒 都不肯将它放弃 这叫做植贡累得 过去生中的 积累的前根腹得不足够 用这个方法统统捕捕了 他念了半年往生 那就是捕捕了 那就是捕捕了 一般人的念佛 没有他那么勤快 我们看到很多人 三年成功了 下年老将三年变成六个月 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观察 看清楚看明白 对我们就大有帮助了 念佛法门也能够令人吹入涅盘 所以它也有法门的意思 故事敬中之法为满 啊,念佛的方法呢 十六观经里面 说了十六种念佛吉法门 门门都能够成就 人的根性是有上中下三等 里面多数的上根人收的 中下就很难了 官将念佛 中根人可以收 下根的人也困难了 没有那么大的腹部 此命念佛 下下根人都能够成就 下根人都能够成就 所以 世尊在官经上 将它放作第十六门 最后那门 最后那一门 就是最如性那一门 前面十五种 你都没办法去收 最后一种 就帮助你成就 我们再往下面看 四教二三 第三卷讲了 tier三 118-4-6-3-7-9-15- baw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四句了 这是佛门的术语 佛学大词典里面 与有空分别诸法 将一切法分为两门 一个是空 一个是有 这就是两门 而有空分别诸法 卫为有不空 这是第一句 有门 第二句反过来 二位为空而非有 这是第二句 空门 再反过来 是亦有亦空 这是第三句 亦有亦空门 再反过来 这是第四句 非有非空门 非有非空门 有无知法门 这四句就说尽了 更无第五句 这四句 这四句说尽了 所以叫做正四句法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 就是一二 一二 一二 亦是一多 二就是多 有无等二而分别诸 亦如是 为之四句门 一云四句分别 始终初二句混两单 后两句 为巨是巨非 叫做相非 亦叫做相招 相招相非 四教义里面 明四门入里 我们怎样才能明白 事实的真相 你就是事实真相 第一 略便四门相者 啊 门者 已能通为二 佛教所传 佛教所传 正恩 言四句法 通行人 至真实 真性实相之利 呼名为满 啊 我们看整个宇宙 万事万法 啊 佛教给我们的这四种法 哪些是空呢 哪些是有呢 性空 上有 你空 持有 不是一般人的看法 是一般人的看法 浸入一层的看法 是一般人的看法 一切万法 亦空亦有 从相上来看 是相上来看 逆空逆有 从理相来看 逆空逆有 深了一层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逆空逆有 盛空相有 非空非有 空逆不当作无来说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就是逆有 但是体不是法 体里面一法不立 居是空逆 空有是一不是二 有是空之有 空是有之空 你先真正将真相看出来了 因此 无论是空是有 有是空 有是空 有是假有 是幻有 它是生灭法 空性是不生分别 向上有是有生有灭的 所以是性 佛何德 它是没有现象的 虽然不生不免 它不是物质的现象 我们的五根 接触不到 眼看不到 耳听不到 身体接触不到 它不是物质 它不是精神现象 它不是念头的现象 所以你是想不到 它亦不是自然的现象 阿里耶基的见佛亦都圆不到 所以叫它做空 是空的 空里面有 有些什么呢 贵良大师开吩的时候说 阿里的自正 本字巨足 这个巨足就是有了 是 蛇串在花言不生上说的一句话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知慧得上 这句话可以作为 非能大师 本字巨足的解释 本字巨足的是什么呢 本字巨足 愚来自为特上 愚来自为特上 本字巨足 它一样都无缺 虽然一切巨足 能生能燃 但所生所燃就是生灭法 是幻想的 你如果认为它是真有 它真的存在 你就大错特错了 它刹那生灭 你无缺 刹那不住 它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凡夫不知道 阿佛全部清楚 全部明白 这叫做国 我们不知道 这叫做无名 这叫做迷了 我们将这个生灭法当作是真实 在里面产生了错误的观念 就是看法想法 全部搞错了 在一切知法里面 生起了分别执着 对一切知法 起了个网念 要占有 要控制 专步错了 这一切一样都得不到 有没有错 一定得不到 像我们看电视的画面 这些人事物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一个也得不到 只是形屏幕 是一个平面 我们现在生活 这个世界是一个独立体 不是平面的 但是 通通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释迦牟尼佛 在经教里面 比喻 用得最多的 就是梦 梦幻 是梦幻炮影 佛经常说的 真的是梦幻炮影 梦幻炮影 说出真相 你可以受用它 你不能够占有它 受用它 无占有 你就很快乐 有占有的心 就有得失 失了 怎么办呢 就幻得幻失 幻得幻失 它本来就是 没有得失的 幻得幻失 叫做自找麻烦 自生烦恼 你的烦恼不是真的 全是假的 佛教我们 放下 才是令我们了解 事实的真相 事实真相 不可得 博悦经 说了22年 总结论就是 一切法 无所有 不减空 可得 这就是整个宇宙的事实真相 一切法 无所有 不减空 不可得 亦是四个宇宙的事实真相 亦是四个宇宙的事实真相 没有障碍的 它能生万发 能生能源 你无外了 从事上来看 事亦都无外 为什么 事是假的 不是真的 事是生灭法 生灭速度的快 我们想象不到 利那菩萨跟我们说 生灭有几快呢 一坛纸 有多少个生灭呢 有三十二亿 八千念 八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小 是一坛纸 有三百二十小的生灭 你怎么能够得到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包括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现在人用庙来做单位 一秒钟 能够弹多少次 弹得快的 我相信有些年轻的人 体力强的人 弹得很快 一秒钟 至少能够弹到五次 三百二十小 再乘五 一秒钟里面 已经有 一千六百 兆字的生灭 你能够掌握到 其中 哪一个生灭呢 掌握不住的 你讲生 已经灭了 你讲灭又生了 生灭 不住 而且 每个生灭的念头 形象 都是不同的 你的一生当中 一定不会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 如果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 那叫做 双俗 没有的 每个六个念头都是独立的 所以变得来的是我呢 有双俗就可以说存在了 它不双俗 前面一个念头跟后面一个念头是不一样的 日本江本博士做过实验 做了十几万个实验 找不到 两个图案是相同的 他很诧异 他问我 我跟他说 没可能有两个 画面是相同的 为什么呢 这个画面是从念头生起的 念的 不相同 所以它是相似 相逐 它不是真的相逐 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了 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真话了 为什么要叫你放下呢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我 是我们的身心 人呢 是与我对立的 这些人 众生呢 是讲的空间 整个宇宙的空间 受者呢 是讲的时间了 时间有先后 空间有十方 都不是真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就叫你放下了 没有四相 啊 就是 没有人 没有我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我们迟迟说 放下 身心 世界 真相 是 真相 大 你 就见到真的了 了 现在 是 是 真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眼前的世界 你看到真相了 所有的現象 一秒鐘 一千六百兆字的生命 你看到了 你完全明白了 這是甚麼人的境界? 這是《大誠經》所講的 法地以上 初駐菩薩 就接觸到了 接觸到的就是邊緣 直到有這樣一回事成 不懷疑 亦肯定 但是沒有親徵 它要不斷向上提升 提升到白地 它可以看到 那些真相是甚麼呢? 四句裏面 亦有亦空 非有非空 這是真相 這兩句說話裏面 就是不可達 這兩句說話裏面 是不可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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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不可達的 我會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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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接着往下面看 若爱人邪恩于无恩言法四句 因此四句 各见四种邪法之理 所以它称为正四句 因此 生十四难六十二见 比诸结业参论生死 此事车到四门 今所不述 这是北陀在世的时候 印度是个宗教之国 宗教的本派很多 各说各的道理 有十四难六十二见 这些在佛经里面都可以查到 这就省略了 不再详细说了 若佛法四门 即是正恩怨四句法 与事实真相相应 与事实真相不相应 这叫邪几度 能通行人同入第一意列叛也 一有门 第二是空门 三亦有亦空门 四非有非有非空门 沉阻三阻 扶吹愿多众 追尋其正要不出四门入道 其四门也就是前面说的 有门空门 亦有亦空非有非空 这个四门正知正见 但是你要想入门 不能够有执着 你才能够入 你没有电丝烦恼 电丝烦恼放下了 你从这道门也能够进 进门之后 正些什么果位呢 正小城四果罗汉 正的 小城四果罗汉 正得偏真撇本 最后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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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門了 所以不放下 這個門是不能進去的 一定要真正地放下 才留個真正的入門 世主跟我們講了老實話 日齊眾生 本來是佛 這是講真話 講到究竟入門 本來是佛 現在迷了 迷了仲是佛 只是一個迷惑顛倒的佛 還沒有講 怎麼能夠幫你破迷 開悟呢 你就又回到本來佛了 一種 原理 原則 必須要 知道 必須要相信 不能夠懷疑 然後才知道 我能夠入到多少 正到多少 全部放下 問你 你能夠放下得多少呢 你就能夠正得多少 不能夠放下 不能夠放下 你就沒有辦法入門了 功夫成片 亦都要放下 放下 放得最少的 你不放下 不放下 功夫不能夠成片 最少的是什麼呢 你心裏面 所愛的這些東西 要放下 所不喜歡的這些東西 亦都要放下 你不放下 全部有了障礙 喜歡的 不喜歡的 全部放下 為甚麼 清靜心裏面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沒有時惡 沒有染症 有染有靜 有善有惡 心就不清靜了 你的功夫成片就很困難了 喜歡的 不喜歡的 討厭的 不討厭的 千張這些放下 還沒有入門 到門口 不錯 有這種功夫 就能夠往生 如果是入了門 沒話可說了 極樂世界 你喜歡甚麼時候去 甚麼時候去 毫無障礙 那叫做甚麼呢 一三不亂 自一心 離一心就更加不用說了 靜德是一心 就是靜德 極樂世界 是我的老家 喜歡甚麼時候回去 就甚麼時候回去 就是靜德 一切持一切持一切住 上回去 佛就來自任你 功夫成天 亦有教品 上三品 上上上品 上中品 下上下品 差不多 亦都是自在往生的 功夫成片 的自在 我們可以爭取得到的 事一心 地一心 難 為甚麼呀 事一心 功夫就等於阿羅漢 你一心就等於是明心 見性 這個我們確實是做不到的 我們真正有把握 就是功夫成天 好似黃念祖老居士 一日十四萬星的佛號 除了佛號之外 甚麼念頭都沒有 那就功夫成天 我們一日到晚 從早上起床醒過來就是阿彌陀佛 到了晚刻睡覺 這個佛號 無斷 就叫成片 有事成的時候 不愛辦事 佛號放下 來辦事 事成辦好之後 佛號就提起來了 這叫成片 佛號斷了 事成辦完之後 佛號提不起來 那就沒有成片了 佛號斷了 所以這個容易做得到 老實說 人人都可以做到 做到這樣的功夫 就一定得生淨土了 你覺得這個世間 沒有緣分 佛號眾生 眾生不聽我的 我想提前一些往生可以的 還有生命就不要了 這些生命 是孽暴 可以放棄 我們在往生轉裡面看到 盈柏 他是拼命的 他怕墮地獄 因為做作地獄的罪 連了三日三夜的佛 真心這樣連 真連到功夫成天 將阿彌陀佛念你 阿佛跟他說 你還有十年的壽命 等到你臨命中的時候 我來接引你 等於跟他壽記了 虛不要 他跟阿彌陀佛說 阿彌陀佛說 我劣根性很重 禁不起誘惑 這十年 我不知道又要做多少個罪業 不要 我現在馬上跟你走 佛答應他 就說 跟他約定了 三天之後 可以來接你 他是沒有生病 沒有任何的 異象 一切正常 三日之後 真的 歡歡喜喜地 往生了 十年壽命都不要了 真正的念佛人 要將壽命交給阿彌陀佛 阿佛覺得 什麽時候恰當呢 我就什麽時候走了 事實說 一天 等佛來 摺人 好事呀 一天 想住佛來摺人 我们这个世间就不要了 就不再想世间法了 每天都在盼望着佛来接引我 总有一些真的来了 真盼望到了 这样的佛来接引你 大概就是你还有工作都没做完 这种工作不是其他的 做个好的榜样 给世间念佛人看一下 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一一做个好榜样给人看 建守大师还原观里面讲的四个 我们要做出来 这四条很简单 我记得住 第一个呢 随缘妙容 能随一切圆 信诸一切众生 妙容是什么呢 妙容是不着想的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是妙囊 世间人随缘 他着伤 着伤就做业了 随缘不做业 第二个是威尔佑浙 就是做个好榜样了 做面佛人的好榜样 念佛人的好榜样是什么呢 震训 震愿往生 震念佛明 就是念佛人的好榜样了 一日到晚就是这句佛号 除了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念头都是没有的 那就是念佛人的好榜样了 海边的园尽量减少 越少就越好 好 第三条呢 是讲我们的态度 又和之直 主事代人节物 要有 要温柔 要和谐 对 这是外面的态度 而认得人人见到你 都生欢你心 我们真众生就有缘了 实直是真心 没有虚拟的 第四句是 代众生苦 代众生苦 我们要守法守己 原意是规 上当 不计较 没有怨恨的心 别人公为我们 赞叹我们 一生欢喜心 不会受外面环境干扰 代众生苦 认真修行就是代众生苦 压恨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尽心尽力 满足大众的需求 好生 可以的不是好保 众生可以怨恨你 毁谤你 羞辱你 毁谤你 统统忍受 为什么 要将它看作消业章 无量劫力 生生世世 我做了很多罪言 无缘无故 行好事 还要遭到这个果保 始统的消业章 被什么 都快速 不但对这些人 无怨恨 还要感恩 真的要感谢他们 如果不是业章 怎会消得那么快呢 如果我们记住这些怨恨在心里面 不但业章消不了 业章就会增长 增加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智慧地处理 我用感情 用感情做业 用智慧 业章就化解了 你看一下 就这四句了 我们练法的人能够做得到 在常生活当中放弃主观的观念 能接受别人的意见 只要他的意见没有大害 我们都可以忍受 如果真的有大害 我们要和他说清楚了 让他去觉悟 让他明白 他也是凡夫 和我们是一样的 做错的事情 都要是背因果的 下因果是事实的真相 真的要说清楚 说透切 人们真正了解因果 相信因果 不敢起一个恶念 恶念也不敢起了 他怎么会做恶的事情呢 没有可能 因果比道德 仁义道德 仍然是有效 道德是教人 不好意思作恶 规范人心 因果是教人 不敢作恶 你作恶 你要受报 所以因果禁止别人作恶 这个效果的力量是最大 人敢胡作妄为 就是不懂得因果的报应 等到他死了之后 堕落在三图 那个时候后悔都不够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别碎仔 地狱恶道里面 有些罪受缘才能够出口 最后有受缘才能够出口 最后有受缘才能够出口 如果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有很大的财富 很容易做大罪业的 那些罪业 一做的时候 真的是 几十世 几百世 都消不完 太可怕了 啊 慈禧太后 疏忽了中国传统的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 无尊敬的心 自己是共高我慢 她代在地狱 是最苦的地狱 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呢 唐太聪说的话 她永远出不了你 啊 当年 总一全国 全国人都听她的 啊 这个头具她带得不好啊 中国历代的低往 都是余色度的弟子 啊 她对于三教都不尊重 自称为老佛爷 啊 历代的低往 都是佛菩萨的学生 啊 贵三宝 称佛为老师 自称为弟子 她不是的 她自称为老佛爷 其他佛都降了一级了 在她旁边 看她旁边 啊 慶万佛教 啊 余教 正朝从开国 到她之前 经常 礼请 大禹 如今的大德 来到宫廷里面 讲何 这种制度她废除了 她不要了 她喜欢扶基 相信鬼神 遇到宫廷的大事 请鬼神来 按照她解决 她不听人说 所以最后搞到亡国了 中国古人有这样的说法 出在哪里我就记不起了 国家张卿听于闻 听到百姓的 国家张望 听于神鬼神 听鬼神的 就快望过了 那是很可怕的 而国之将亡的时候 鬼神真是多 而国之将亡的时候 如果是凭物态犯的 那则决定不是假的 而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一句来好几次 便有这种道理 这种不能够相信 我们静土宗 威能大师 初祖 一生见西方极乐世界 三次了 不多 她从来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遇遇不见 到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 还看到 二元社的同学 先往生的 都在阿弥陀佛身边 来接引她到极乐世界 她先跟大家说 来接引我 她看到哪些人 站在佛旁边 她说极乐世界 过去曾经见过三次了 先向大家宣布 说完后她就走了 是的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再往下面看 善趣者 一半指六趣宗之三善趣 但此与金经之二相毁 因为上面既以六趣皆明学趣 故仁天等趣 不能复清善趣 不知善趣门不是趣向仁天之门 而是上善者所趣向 故名善趣门 如回疏若 奉提者 则上善所入 故然善趣门 回疏 说得好了 是为入奉提 妙国之法门 才是善趣门 此门唯有发菩提心 上善之人 方能随入 动开此门 故云通达先吹门 这个说得好了 运何动开 运何动开 则为有成就正觉 保释 云生之正土法门也 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 通达善趣门 这个善趣门不是六道里面的三线道 六道里面的三线道都叫做恶趣 为什么?出不到六道轮回 这个善趣门就是超越了六道轮回 唯有成就正觉 正觉就是极乐世界了 换句话来说 是专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正就 极乐世界 好涉 偏发街 去空解 一切诸佛 赤岛里面的六道众生 往生 正土 这样才叫做善趣 这个往生 通通姓佛道 真实 何事 才叫做法菩提心 所以到最后结尾 归结到 战吹门 是极乐世界 什么人去得到呢? 发菩提心 一向尊敬 怎才叫做发菩提心呢? 人工大师 在《弥陀经》的要解里面所说的 四个字 信愿 词明 信愿是菩提心 这句话,以前没有人说过的 熬日大师是头一个说的 杨江大师 读了这句,恢复得五体投地 真难为他说出来了 为什么呢? 在以往很多很多 念佛的下公下婆 他们到了晚年 日三读念阿弥陀佛 你问他什么菩提心,他都不知道 而这些往生人的罪上都非常好 都能令人赞叹 令很多人怀疑,没有法菩提心 只是念佛,怎样能往生呢? 熬日大师说 真顺切愿就是菩提心 这句说话说得太好了 这些阿公阿婆 你问他什么是菩提心 他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认识字 很多人都不认识字 根本就没有听过经 什么也不知道 有人劝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好像西贤老和尚 劝他的徒弟窝陋像一样 窝陋像不认识字 一天的经都没有听过 一天的经都没有听过 什么也都不认识字 也没有读过书 出家了 你一直知道 他不能够在寺庙内住 为什么呢? 寺庙内住 五堂的功课都要学会 五堂功课如果没有学会 在寺庙住的人会笑你 你住不下去的 广经没有这种能力 真是叫他为难 所以为他在乡下找了一个小庙 叫他一个人在这里住 就教他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你就好好地去念 将来一定是有好处的 跟他说念的方法 念佛号不间短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继续念 不分就夜 所以他一点压力都没有 什么时候就累了 什么时候就休息 坐也好 躺在这里也好 休息好了 接着马上就念了 三年 如之时之 站在这里往生的 新的 没有辜负到老师 被老师做出 练佛最好的榜样 帝行老师 时时 说他这个故事 给练佛人听 鼓励念佛的人 要向他学习 去蔓延放下 心里面 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心里面 这些垃圾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将他洗得干干净净 所以他就是这个方法 运运荡荡地 往生去到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抹花事迹 变佛人最好的榜样 三年成功了 三年成功了 前几天 刘素云到这边来 和大家做了一个报告 说他姐姐 往生的事迹 这些都是 现在 这五忽人 最好的榜样 他还有十年的寿命 不要了 啊 发心做了一个 快快乐乐 换换起的 黄色的样子 他做到了 真正发心 真正发心 到他往生 好像只有一个几月的时间 往生 可以随意 往生不难的 啊 佛没有说忘语 句句都是老实话 佛不会骗人 但我们要真正相信 不需要怀疑 勇猛正正 是时候了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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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